从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 就是湖南的千万富翁罗某中 因为和儿子产生了一个口角和争执吧 到最后被儿子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然后到最后 他在这个精神病医院的这个厕所里边 自意身亡的这个事情啊 这种精神类疾病医院啊 有很多被送进去的 不是因为家人抱着一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被送进去的 我曾经带孩子去过那种医院 而且我听到已经被住进去的很多病人 他们自己自说 我自己实际上自己知道没有问题 只是可能心理压抑比较大 因为被医生贴上了一个 有精神力疾病的一个标签 然后被强行控制在医院 就是捆手捆脚的那种 其实被就是送他进去的那个家人 他是有很多的企图心的 比如说有些人是为了继承遗产 有些人是为了可能公司的一些 这种权利的一些分配 或者说还有一些人 他为了开这个精神力疾病的 这样的一个证明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些家长需要给孩子转学呀 休学啊 或者说有些人为了去申请什么样的一些 利好的政策 都有可能会去这样的一个医院 去开举这样一个证明 有很多人 他是一个正常人 被送到这样医院 他如果想重获自由 想去证明自己没有病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有多人去看过 专门针对精神病 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采访 认知比一般人都要高很多 对很多事物的认知都会高很多 但是他们却被 因为医生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贴上这个标签 所以他们很难自证清白 如果这个罗某症的儿子 送他父亲 这个签盘身家的一个父亲 进到精神病医院 是有企图性 但是如果 因为现在官方还没有出来一个公告 那么我们很多人去反思思考 养儿子到底是图啥 你为了啥 第二个我觉得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 公正的一个机构 然后去测定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精神病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或依据 你就要比较公开的 比较理性的可以评判 相对来说中立的一个机构说 就是有神经病 你可以把他送进来了 你不要说是 家属因为制服了这个人 我想得到什么好处利益 然后就把他送进去了 而医生天然的认为 送病人进来的这个人 就是正常的 然后被送进来的这个人 就是精神病 这是特别可悲的 因为一旦 这个人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量表 就在他们评测的标准流程下 它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大部分都会被定义成精神病 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去测 你只要当下心情不好 你去做那个量表 它基本上都是有神秘的 要么就说你轻度抑郁 要么就说你中度抑郁 要么就说你焦虑 心理医生一般第一句话就会问 有没有过自杀的倾向 就这种的引导式提问 很容易把人带沟里去 你说我现在咱们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探讨 谁作为一个成年人 之前曾经以往的一个任何的一个过往 谁没有想过大不了去死 或者说我还不如去死了呢 谁没有过那样消极的想法呀 都有对不对 第三个我觉得就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同家人啊 你这一辈子你拼了命的挣一堆钱 你是图啥 我自己就接触一个特别有钱的一个大哥 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 做那个就是拖拉机 就是那个联合收割机的一个配件嘛 他做的生意特别特别大 很有钱很有钱的 但是呢 他的儿子高中的阶段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他没有关注到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那个时候就一直认为是自己儿子叛逆 然后呢就任期发展了 到最后孩子包括网赌啊 就是有很多叛逆这些行为嘛 到最后他就觉得是身心俱疲 惧怕自己的孩子到什么地步呢 一到孩子大学毕业回家 他两口子都恨不得就是说 出去旅游去把这个房子疼给他 就是特别害怕跟他一起相处 你说一个成功人士挣了这么一大堆钱 养了这样一个儿子 你说他可悲不可悲 他根本就不幸福和快乐啊 那这个罗某中是不是这么种情况呢 咱们现在不可而知 就是真的你挣一大堆钱 这是真正的成功吗 不一定啊 你养了一个白眼狼的儿子 这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你再多的钱 你都迷不了这种的一个 就是说这种悲哀 所以我能特别能理解这个罗某中 不管他是不是有这种神经病啊 如果是他真的是有神经一类的 这种神经症状啊 他反倒去了医院 他我觉得他只要被用上药 他的情绪不会那么大起伏 他不会去到厕所里边去自以身亡 他极大的是因为他绝望了啊 因为养了这样一个儿子 我觉得他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因为这个的 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丑陋啊 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关注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